今天本土是零确诊 加上这几天其实陆陆续续都有疫苗到货 不过来的都是AZ跟BNT疫苗 所以打莫德纳的民众就非常的紧张 已经过了这个期限了 那上市高铁就有员工 他们假装自己是一到三类的人员 到医院去闯关预约 还真的成功让他们打到了第二剂的莫德纳疫苗 不过现在就引起了关注跟讨论了 那么稍早指挥中心也做出回应 来听一下指挥官怎么说 预约系统里面的漏洞就是在 要在这个一到三类的 那以前的有这样的一个造册的 他可以不是这样的身份的人 也可以预约进去 那调查起来是到了现场 到医院要打的时候 那身份一辨别就可以辨别的出来了 那最后有施打的 那有一些当然就是通融 那有一些是在那边有相当的争议 那医院为了避免就在现场里面影响到其他施打人的权益 所以也就来施打了 那当然这里面牵涉到几个部分 当然是在医院管理的部分 也请现市政府要加强 好 现在其实也不只是高铁的员工很心急 一般民众也是打不到莫德纳疫苗 那么对此指挥官陈时中就说了 接下来有没有违规的问题还会查 但也希望大家再等等 有疫苗的好消息一定会告诉大家 不过现在其实国内整体的疫苗涵概率 已经来到57%以上了 所以在明天也会来宣布一些放宽的指引 不过他有特别强调了在夜市的部分 还是绝对不能够边走边吃 不过对此像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就提出质疑说 既然有人都已经打了两剂疫苗 为什么还要戴口罩 那么指挥官也说了 在现在的防疫阶段 口罩还是必须的 所以这个部分一定会请大家多多遵守 Kelvin вас 이얹来得知 belle 妈 妈 妈